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在新春致詞的時候說到一個新的名詞 這個名詞就叫唐贏論 唐評論大家聽得多 究竟什麼叫唐贏論 意思就是我們廣東話說的 躺在這裡也贏的意思 不過這番話就不是用來讚人的 而是暗示到 某一些官員 就以為有了國安法 還有有了愛國者治港 來進行的時候 就可能放鬆手腳 所以從而也暗示了中央透過中聯辦 去到發表這番話 來顯示林鄭 很有可能不是中央屬意的下一屆特首人選 關於這件事的詳情我們稍後回來說說 再之後的就是 今天有一篇很客人的報導 這個報導是來自於英國媒體 上面就說到 中國有一個科學家 就向到英美投誠 而且這個科學家 還是帶著一些 獨家的中國高超音速導彈技術機密 因此 在投誠英美國家的時候 就將這些技術上面給他們 而令到美國以及英國這些都不能在高超音速導彈技術領域上 做出實現化的國家有突破性的增長 從而令中國大吃虧 不過看完這篇報導有很多媒體 就問都不問 想都不想就照報出來 其實新潮民告訴大家這篇是一篇假新聞 為什麼新潮民能夠踢爆得到這篇假新聞呢 稍後我們回來就詳細說一下 接著就要說一下 在2019年的10月1號 當其實在黃大仙的搞事裡面 就有12個人被警察抓了 昨天這12個人裡面就有11個被判動亂罪成 包括一個義務急救員 不要以為假裝整個義務急救員 就挫你不入 現在判了罪成之後 這個所謂的義務急救員 還有那些所謂的旁聽師 以及是他們的家屬 聽到他們動亂罪成之後 就在庭上面放聲豪哭 就不要以為假裝整個義務急救員 被人抓了法庭 催你不上 稍後我們一齊回來 看看法官怎麼說 再之後就是 美國紐約市的治安 就越來越嚴重了 除了依舊 是存在到 迪士的華人 和亞裔人士之外 最近這個老粒蒙撻野的程度 已經去到一些小店 甚至去到大型連鎖的商店 他們寧願倒閉 全因為真的去到被人禁住的地步了 隔下紐約 他的治安究竟有多嚴重呢 稍後我回來跟大家說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今晚就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10點鐘 約定跟大家見面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著就要說一下 最近駱惠寧 駱主任 就在新春賀詞的時候 提到一個叫做躺贏論的東西 當中 駱主任就在新春賀詞裡面 自問自答了三個問題 而躺贏論就成為了 這三個自問自答的問題裡面 最矚目的一個 為什麼這麼受到注目呢 原因就是 透過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說到的這番話 很有可能就已經暗示了林鄭 接下來他的連任基本上可以說是涼過水 那究竟什麼叫做躺贏呢 大家都沒聽過 躺平聽得多 躺平就是解釋到 什麼都不做 躺在這裡 這樣的意思 躺贏就很簡單 也就是好像我們粵語的一句說話形容到 躺在這裡也贏你 這樣的意思 從過往很多中央想提示我們特區政府的一些不足之處 很多時候我們從報導裡面也可以看到 都是透過中聯辦 又或者港澳辦的一些主任級的人物 來發放這個信息 因為我們香港就是一國兩制的體制 我們經常都說 中央不可能直接指導我們香港特區政府怎麼做事 因為我們是要遵守一國兩制的原則 只可以用到提點的方式 來提示特區政府應該怎麼做 又或者當在一些重要關頭 例如19年的搞事事件 到了百熱化階段 全國人大幫我們成立了港區的國安法 等等這些事件中央才會出手 平時 一般的施政來說 中央只會用到提示的方式 來告訴特區政府 提一下他怎麼做 當然 接下來特首選舉就來了 駱主任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明明是新津賀慈 為什麼要提到 某些人想著躺在這裡也贏 是一個不當的做法 其實駱主任也形容得很活該 他就說到對香港自從有了愛國者治港原則之後 究竟怎麼看到香港的管治狀況 駱主任當中就提到 某些人就以為自從有了國安法 以及以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大前提下 就想著可以躺贏而來到下台 也就是代表了有些管治階層 想著是不是都會贏 所以就放鬆了手腳 很明顯中央是透過中聯辦釋放給現任的特區班子 對現任特區政府的施政是表示不滿的 我們經常都說 要了解中央給我們的訊息 就一定要從一些領導上說的話解讀 駱主任藉著這次的事 也告誡到香港依然有很多事 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還未解決得到 就並非風平浪靜 正所謂居安施危 現在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因為有了國安法 又或者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表面好像沒有什麼發生 就代表什麼事都沒有 相信各位觀眾都明白到這個道理 但偏偏這個時間 有很多人都認為 沒有人出來搞事了 出來選的 全部都是以愛國者為基礎 這樣的時間 就是收僵的時間 也沒有什麼發生 因為都沒有了對家 攬炒牌都不見了 所以就放軟了手腳 甚至乎有一些內鬥的情形就發生了 而沒有針對在香港本身深層次的問題 以及保持著一個前瞻 有危機警覺意識的意識 都沒有了 所以這番話 再針對性來說 除了主要說給 以林鄭為首的現任特區官員聽外 還有可能要提醒一下 剛剛新上任 立法會的一眾議員 就要提醒一下他們要保持警覺 千萬不要鬆懈放鬆 我們新潮民經常都說到 自從有了國安法以及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擺明搞事 有形於式的行為 基本上已經看不到 但這樣也不代表沒有事發生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需要等待我們解決 況且還有黃銀地下化 以及外國 不斷 想透過香港這個平台 來搞搞振 搞我們的祖國 這樣的時候 萬一新一代的特區領導班子 都好像以前那樣 想著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的時候 那怎麼辦 只會等待下一波的大狀況發生 駱惠寧在講話裡面說到 雖然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樂觀 但是香港的發展 依然面臨挑戰 不再走前一步的話 就會退下來 並且再次告誡 他說道 樹欲正而風不止 總有那麼一些勢力 不會善罷禁憂 他這些說話 等於我們之前提到 香港作為中國那麼重要的城市 在現在中美鬥爭 百業化階段 其實香港是沒得選擇的 雖則我們愛好和平 不想搞事 但是美國會放過你嗎 沒有可能的 更何況 類似房屋的問題 以及病情的挑戰 這些全部都是切身 每天影響著民生的問題 所以並不是說 有了愛國者治港 或者國安法之後 就能夠解決到的問題 但若然特區政府 在中央送的禮物給你的時候 就認為 反正也沒有人敢反 那不如 扣除做或者不做就算 反正糧確實 諾主任也說得很清楚 如果有這些思維的人 其實還是否下屆特區班子 合適人選 我看這個強烈的訊號 已經釋出了 所以明明一個過年的賀蓮說話 都要去提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很明顯是趁著特首選舉中央就要透過中聯辦 來向全港的市民以及特區政府發表這個信息 以現時特區政府做事的速度來計 由於我們現在的體系都是沿用著一些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體制 所以當要決議一個項目又或者是行一個小小的項目的時候 往往都用上以年的時間去計算 即是沒有幾年都做不到一個小小的決策 這樣國家很明顯是不滿意的 剛才我也數過有很多問題 有中美之間的大國鬥爭 香港夾在中間的問題要去解決 有黃人地下化的問題要解決 有國安層面的問題要解決 又有房屋的問題 病情的問題要解決 還有香港怎樣融入這個大灣區 怎樣融入我們國家的發展大局 對接的問題等等 其實有很多很多數不完的問題是讓我們解決 若然還是以一個這麼慢的速度來做事的話 是不可能實現到改善以上問題的落實 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地推斷 以林鄭為首現任的特區班子 很明顯就不是中央異熟的適合人選 落主任的這番話也要告訴一些選委 究竟在接下來的特首選舉方面 究竟應該投票給什麼的候選人 所以從一些領導人的講話 我們真的可以學習到 看到很多信息 其實這也是一個問題所在 事實上我們香港人 真的不太了解我們祖國 很少人會去看領導人的講話 就更加不要說去解讀領導人的講話 雖然大家解讀的東西都可以說未必一樣 但我想這次落主任所說的話都很明顯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一篇 所謂很震撼的新聞 這個新聞 聽起來真的嚇人 也有一些熱心的網友私訊給我們 去解構一下這則新聞 標題說到中國有一個科學家 就因為某些原因 因此就向英國投誠 以名科學家 還要研究到 我們中國最核心的 高超音速導彈科技的南科學家 今年很年輕 三十多歲 他帶著這麼重要的資訊 首先由內地來到香港 然後再在香港接觸到一些英美的情報人員 再安排他的家人 一起去英國 然後就去到美國 就說到 從此 這個所謂的科學家 就會令到英國得到這些那麼重要的高超音速技術 還會給美國來幫助他們 一直發展不到的高超音速導彈技術 大概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新潮民告訴大家 其實這件事完全是一個大笑話 表面看起來就好像刺層層一樣 其實當中這個報導是錯漏百出的 那沒辦法 由於香港一般的記者 就人說什麼去說什麼 照抄 其實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又怎會這麼深入研究這宗新聞 真還是假 試完這宗報導 就是由英國的一份小報 每天快報來報導 而且還要說是獨家 有住在英國的朋友都知道 這份完全是一份小報章 以往都有作新聞紀錄 但是以往有作新聞紀錄 這件事未必是假的 我們再看下去 首先這名所謂的科學家 就連名字都沒有 也就是無名無聲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調轉標題說 美國有一個科學家 就已經投誠了我們中國 今年 二十幾歲 何止三十幾歲 還年輕 他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總之我說你就聽 大家信不信 當然不會相信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穿崩位 還有 媒體真的有點立壞心腸 為什麼每天快報 要用到投誠這兩個字 第二投誠的意思 應該是投向正義一方 也就是說每天快報想做這宗新聞 是應該有些目的 既然這個所謂的中國科學家 今年三十幾歲的他 本身就是一個中國人 那怎麼會用到投誠 來形容 投奔西方世界 應該是用到背叛 我們逐個逐個看 就知道這是一宗假新聞 每天快報就形容到 原本這位三十幾歲 中國的科學家 就是幫這個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做事 他做事的內容 就是協助 運載中國東風17飛彈 這支這麼厲害的導彈 協助開發 由於他工作的關係 再加上一個人才 所以他掌握著重要的技術 而這些技術 每天快報就說 歐美國家 都未能夠有效掌握 而是中國獨有的 所以他就拿了這些資訊 給了英國 再去到美國 因此就來個大逆轉 原本美國沒有的這些技術 也都有了 而中國 就失去了他的獨家科技 說到這個級數這樣算 這個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但是這些每天快報英國媒體 往往就不太了解我們國家的體系 所以往往在報導這些新聞的時候 都用了一些西方世界的terms 來講述這件事 在我們中國來說 一些那麼重要的人員 就不是叫做科學家 這個就是西方的說法 其實他們自己中了招都不知道 一般來說 去到這些那麼重要的位置 在我們中國的說法 通常都是叫做院士 院士就不代表博士 是比博士厲害很多 就以我們今年計算 2021年為止 都只有149人 能夠成為兩院的院士 一年只生產了百多個 這種級數的人士 就真的在自己的領域上 掌握著重要的技術 有決定性的作用 所有的這些院士都來自於 剛才我所說的兩院 也就是中國科學院 以及中國工程學院 當中這些院士也有外國人的身影 就叫外籍院士 每年都有不少人加盟 不過我們可以看看 在這幾年裡面 最年輕的那位院士 都起碼四十多歲 而在今年裡面 最年輕的院士 就五十三歲 絕對沒有三十多歲的院士誕生 最少在近期都沒有 所以是不是每天快報說到 這個人除了沒有名字之餘 還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人 很明顯也不是 文章裡面就說到 這個所謂的科學家 他的工作單位 就是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剛才也說過 協助研發這個 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 但是知不知道 中國的東風系列導彈 或者是所有的彈道導彈 所以研發的單位 不是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可能這班鬼佬 就透過珠海航展 了解我們中國的航空工業工作 實質就不太知道 內部發生什麼事 其實飛彈的研究工作 並不是珠海航展經常出現的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來負責的 真正研究飛彈 以及高超音速導彈 既負責研究單位 它叫做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而報導裡面所說的 中國航天工業集團 其實是研究飛機的 就不是研究火箭以及導彈 又搞錯了 作事都不做研究 而即使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這個負責研究太空飛行器 飛船人造衛星 神舟系列的載人飛船 長征運載火箭 或者一些戰略導彈 高超音速導彈等等的技術 都有分第幾研究院 通常這些都是一些數字 例如說 第1研究院第5研究院第8研究院等等 可能內地的朋友就比較清楚 我相信 海外或者香港的朋友 對於這些名詞 所以往往 就很容易被這些假新聞影響到 就以為他們報導的東西刺層層 而中了一招都不知道 再說 究竟東風17 真正的研究項目 是誰呢 其實他是一位女士 他的名字叫祝學軍 這名女士 曾經被美國那邊封了一個綽號 說到 他們說而已 這個女人比核彈更恐怖 即是比核武器更厲害的女士 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 當然他也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 這些級數 才是真正掌握著東風17 中央技術項目的人物 就不是什麼科學家 連名字都說不出 老實說 即使這件事是真正的新聞也好 其實以這樣的級數的人 來說 有他走 也不是什麼人才 可能在那裡遞下餐送外賣 又說在那裡工作 亂說是重要人物 若然 真是有這麼重要的人士 來到所謂 什麼投誠 英美媒體 還不爭著說他的名字嗎 就好像之前有一個人 大概年多之前 大家記不記得一則新聞 有個嚴厲夢 那時候他就說到這個人 是中國的科學家 又在港大做研究以及讀書 就說到他掌握了很多 秘密的病情資料 又說知道了中國不見得光的東西 後來就去了美國那裡 就立刻公佈這則新聞 還說了名字出來 搶著去領工 那後來怎麼樣 事情都過了一年多兩年了 這個所謂掌握著這麼多 機密的人 還要有真名的科學家 結果去到什麼都做不到 毫無成績可言 美國的病情還要爆到糾塞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很大的破綻 就是這篇報導出來之後 究竟由什麼媒體去到主力報導 我們試試在網上找一些關鍵詞語 就例如到導彈專家出逃 導彈專家出走 投誠等等這些字眼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了 咦 無毒有偶 都是以大紀元集團為主 來主力報導 什麼標題作大地說到 中國風水輪流轉 由錢學森這個很久之前 在美國的導彈專家叛逃回中國 這次中國受回了 就到了新唐人電台也說到 中國徹底失敗 中國高超音速導彈專家 逃奔西方出大事了 然後就多做一個習主席的樣子在旁邊 來主力報導這宗新聞 可惜的是我們正常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但是那些媒體 尤其是有些主流媒體又跟著去報導 又不做分析 這下才是令我們失望的 有些更可惜到 用到什麼獨家猛料 獨家報導 再爆料等等 去形容這宗新聞 其實大家要小心 當有些字眼的時候 很有可能這宗真的是假新聞 這些很有可能 都是一些大忌院的手法 我們在這裡多謝格仔 用軍事和中國的體系角度 來篤爆西方製造的這些假情報新聞 這件事的關係到有些人聯絡西方的情報界 所以我都在這裡用情報角度來篤爆這宗新聞 怎麼錯漏百出 首先這位科學家說他可以來到香港接觸 英國的軍陸局情報人員 你怎麼接觸軍陸局情報人員 情報人員的頭不會作出軍陸局 來告訴你他是情報人員 你怎麼聯絡他 哪裡有電話 莫非中間有人回答 如果有人回答的話 新聞應該會很仔細說出來 就這樣說他聯絡情報人員 然後還有錯漏百出的就是 這宗新聞很明顯是美國人寫的 因為當這個科學家接觸了英國的軍陸局情報人員 情報人員又會乖乖地把他交給美國 說真的如果英國夾到中國的好東西 高超翁速導彈這些科技的時候 自己夾了先瞞著美國不會利益 美國和英國其實兩邊都國懷鬼胎 怎麼會這樣利益他 所以又是錯漏百出 這篇是美國人寫的 美國人說到英國的好東西的時候都是乖乖奉上 另外這篇也有解釋到這位科學家的心理變化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方面又要故意這麼細緻地說出來 但是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因為他寫得不好就是這樣 他說他不是基於政治的意識形態而叛變 是因為他想有人更加賞識他的才能 所以就要叛變 首先他透露了兩大情報界老牌情報方法 怎麼迫使人家做事的兩大心態 第一就是政治意識形態 就是相信的東西 他的信念 就是所謂民主自由發聲普世價值這些東西 但是在情報界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是用來包裝紙 真的情報工作的人 就不會基於意識形態跟你賣命 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勾出他的ego 個人的尊嚴 個人的自我實現 所以他就說希望他更加受到賞識 所以才叛變 投向這個 西方的情報界 既然在心態上也要有所交代的時候 為什麼在這個投奔情報人員的細緻的內容 你又沒有細緻的講述 是不是寫文的這個人根本自己也不懂呢 另外他說這個科學家找到情報人員之後 就有一輪貓捉老鼠的試探 什麼叫貓捉老鼠的試探 我想他想說的就是 就是bake and release 放你出去 看看他的反應是怎樣 有一輪這樣的試探 為什麼你不說 當中情報界 面對一些投奔向他們的人 會有一輪為期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測方試探 心態評估 數之不盡的interview 以及對話 這些為什麼不說 是因為 社民這個人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我有 下次你聯絡我 我告訴你 對投奔叛變的情報人員 他們要試探他的真偽的時候 西方情報界會有一輪怎麼樣的過程 這個program哪些人寫的 我們寫的 行為心理學家寫的 測方心理寫的 如果這篇是西方寫的話 他就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情報界 這件事情想大家都學一下 就是要另一個人來叛變 以及投奔另一個國家 另一個文明的話 就是用兩大現在 現在最常用的就是一意識形態 第二就是勾出他個人的 ego 自我實現自我體現的這些心態 但是如果這篇新聞 我當作反過來 是我們中國人寫的話 可能他就會著重這兩件事 就是為什麼這個人 會叛變 原因是因為他被人威逼和利誘 為了錢 以及他被人逼 其實 西方世界的 如何驅使一個人做事 這方面 就走得比我們 華人世界走得比較前 華人世界很多人都很普遍認為 為什麼當初那些黃絲出來搞事 2019年因為很多人收了錢 還有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政棍 因為痛苦被人拿著 不好意思 這些東西是一些比較 對心理認知比較低的群眾會說出來的東西 情報界 就是我們玩這個心理戰略界 其實早就知道 錢是不會讓一個人做事 錢只會令到 例如我現在 叫格仔做一些他不是很願意做的事 但是我給他錢 就算那件事他願不願意做也好 如果他不熟悉那件事 他只會越來越交行貨 因為是打工仔心態 最好 就少做多錢 然後如果我威逼他的時候 他說 我只要拿著他痛腳他就會為我賣命 其實是不會 因為 從心理角度來說 一個人 如果你拿著他痛腳的時候 他活在這個惶恐 不願意的情緒裡面 這個世界十個人 可能有八個人 都會關機 就是腦袋會失敗 會做不到任何表現出來的事 會踢一踢 才會移動兩步 即是他做事的效果會極其差 付錢就會交行貨 威客就會踢幾踢才會移動 甚至關機 所以在情報界早就已經不用威逼利誘 去逼使別人做事 就用勾出別人的意識形態 信念 價值觀 還有 要令他覺得 他做這個行為 是為他自己 是為他自己爭取更好的賞識 而通常 有什麼人之前不受人賞識 就是一些 低下層的員工 即是自己 經常覺得自己很厲害 屈屈不得志 但其實他真的不行 通常就是煽動這些人 來搞事 所以就像今天作新聞的科學家一樣 說到他三十多歲 因為受不到賞識就要叛國 這方面 在故事內容來說是說得通的 其實在世界的國際心理戰略來說 早就已經不再用這些簡單 不是威逼便是利誘 或者利用意識形態信念 包裝 或者勾出一個人的自我尊嚴證明 這些東西 我們就叫做老牌的情報手法 其實現在的心理戰略 有些更加高深更加勢利的 跟著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的脈絡 來有使他引導他做不同程度的任務 是有更加勢利的一套formula 這些有機會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篇東西要令一些屈屈不得志 怨天怨地又不怨下自己 各行各業各個界別的人 不僅是跟軍方有關係的人 跟政界有關係的人 是這個社會上各行各業各界別的人 只要他們是屈屈不得志 但又不想怨自己不怪自己 是怨社會 怨各行業體制的話 那這篇東西其實就是給那些人看的 就是讓人知道 只要你投奔西方勢力的話 你會有更好的待遇 看看 有一個成功例子成功見證給大家看得到的了 那究竟投奔了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更加獲得賞識呢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雖然這篇作新聞沒有說到它之後有什麼名車名樓 不是夢這些東西 但其實早之前已經說了 較早前我們半年前 西方世界的情報界已經說了 美國為首的中情A局說要成立一個中國部門 中國部門 當時很多時評都說這些是假宣傳 首先做情報工作的話 哪會大羅大姑這樣說 所以這篇東西一定是假的拿來嚇人 就是這樣 那些時評你不懂得情報戰略的話 就出小句聲 可能這些始終都是戰場上的東西 他們不太明白 那些時評人 讀新聞 讀資料 資料整合和研究 和表演出來 他們就可以 但去到落場抽的東西他們就不行 所以時評 不懂情報界的戰略就出小句聲 別人做這件事 就合乎了一石幾鳥 首先在情報界 你說有些時評就說 一向都有 特別關照中國的部門 怎麼會說出來 不好意思 情報戰是對全世界的 他成立一個中國部門 在人手調配和資源調配上 就可以快很多 過少很多不必要的人事關卡和程序 另外一件事可以針對性地 recruit 所以 當西方中情A局說要成立中國部門的時候 過了兩個月之後 突然有一篇新聞出來了 就說 一經資格批核的時候 年薪可達百萬 大之後暗地裡做一個 不過剛剛入行就只有二三十萬 這樣 就是告訴你 他們會針對性的 recruit 請人 不就中了我之前 港版新聞所說的話 另外 這篇新聞就告訴全世界人 我們現在成立中國部門 煽動全世界 在這個社會裡面 任何國家各行各業的界別 任何人 是覺得屈屈不得志 然後就要怨社會 怨行業體系 怨政府的人 你就可以 不用怪自己 你就可以投奔西方勢力 來敵視你自己的祖國 這個中國部門的文宣 就是要煽動全世界的華人 來反華 然後再看看當中 究竟有沒有 一些真的可以用得著的資源 或者善腳 但是說真的 新潮民之前也說了 基本上 在這個情報界 早就已經有國與國之間的互相出賣情況出現 其實各國的大使館 每天都有人拍門上去 來投誠 每個人也帶著他們覺得有價值的東西 來到大使館進行面試 看看國家會不會用他們 這些根本 如果要數的話 每天都有大批這樣的新聞 來講出去 有些人 就是拿著一些行貨 一些利用價值都沒有 有些人確實是掌握一些 秘密資料 或者秘密技術 來投奔 如果要數的話 其實每天都有 但是為什麼煞有介事 有這樣的新聞 就是要出來 其實這些就是 情報界的戰略文宣 來煽動 一些屈屈不得志的人 來提升他們的 反對自己國家的情緒 如果要數的話 就算美國自己 只是共和黨裡面的那些軍工企業 他們跟俄羅斯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要數不數一下他們 不數一下那些軍工企業有多少是俄羅斯人 站在各大部門裡面 不說說美國共和黨 在這個選戰的時候 跟俄羅斯搞過什麼秘密協議 又不說說美國 到底每天有多少人 跑到俄羅斯大使館 來拍門應徵 所以說 新聞講了一套 但其實背後 情報界裡面 如果你認識的話 你就知道第二套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叛國的時候 你只需要找任何一個國家的大使館拍門 你是有利用價值的話 別人就會收你 根本就不需要什麼 中國部門特別recruit 你又要不知哪裏接觸到情報人員 我哪裏可以apply 這些東西 然後最後 就是這位仁兄 說自己 因為怕我們的祖國會報復他的妻兒 所以他就要隱藏他的身份 以及要早點把他一家大小送到美國進行庇護 這也是浪費 為什麼呢 若然是怕報復妻兒的時候 就更加應該開名 那一開名的時候 全世界的國際媒體看得到 任何他有關的親戚 有什麼頭暈申興的時候 都可以入報復者的數 但是又掩飾了他的名字 這個他連帶他的親屬 有什麼頭暈申興的時候 那你怎麼追溯 全世界的情報界都知道 你要暗鞠一個人 最好鞠別那麼出名 如果你要因為情報和國與國之間的暗戰 而之後要暗鞠別人的時候 你最好鞠別那麼出名 一出名的時候 你不小心鞠了的時候 你就變成國際大新聞 然後就變成國際醜聞 對你那個鞠別人的國家 沒有國家會那麼蠢 只有那些低級國家才會用那麼野蠻的手段 來制裁他們的敵人 所以那些國家 就越來越多醜聞出來 所以 越出名的人 才越保得住他們的安全 這件事在世界一線的國家 所有國家都知道 最後就是關於通牒這件事 有一樣東西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 這宗就是假新聞 這宗新聞就是撒有介事說出來 其實是錯漏百出 但是有一樣東西大家要知道 就是情報界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尤其是這個戰場已經來到我們香港 所以最近我們的鄧局長 都經常強調 23條的成立 其中一個最大的功能就是反通牒 希望23條可以快一點 成立之後 就可以起碼在這個法制上 能夠應對到香港未來 有大量的情報滲透 以及情報外洩 而其實 新潮民在這裏 之前也多番強調 情報戰這件事已經是深入民心了 不只是官方的事 官方能夠做到的有限 情報已經是滲透到社會上各行各業 各個界面 甚至互聯網上 這件事是需要大家一起 居安私危 和大家一起合作 守望相助 我們才可以抵抗到西方 無恐不入的攻勢 現在香港 座底也有百多萬的黃人 隨時隨地也非常樂意 在他們各行各業各界面的位置打開大門 引西方勢力入侵 之餘他們也很願意隨時將他們公司機密 或者他們的界別 行業或者社會系統的機密 出賣給西方世界 這幫人做事 會有後果的 如果立即有三條的時候 會有刑責 他們不會理會他們傻的 他們哪會想到後果 想到後果就不會在2019年搞事 所以必須要 大家都要發揮自己在社會上 站在每一個崗位的責任 就要看著身邊那些人 有沒有蛇頭鼠眼 鬼鬼鼠鼠的 一天到晚 就要說黃言論 反社會言論 說到外國有多好 這些人最容易會是這些人 隨時隨地 都想出賣資訊給外國勢力 謝謝各位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美國紐約 這個被世人認為 集合這個經濟商業 娛樂於一身的產業 也有美國文化之都 這個美誼的一個城市 經過這幾年 兩黨之爭之後 如今已經孕育出 一個暫新的文化產業 就在我們國家 全因這個電子支付 興起了之後 現在出到街 想買東西的話 拿電話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在紐約 這個新興的文化產業 就比全世界所有人 都走得夠要錢 在紐約 想出街買的話 什麼都不用帶 帶個膽出去就可以了 這種那麼獨特的文化 在最初盛行的時候 大家都會叫它做 快閃老粒隊 又或者叫做靈團購 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理解到 這種這麼獨特的文化 是講求兩個層次的修為 第一 當然是要夠快 其次 就是要救人多 務求在最短的時間 立最多東西 走的時候 又可以充分地利用人多的優勢 施展這個了秀散方式的撤退方法 從而就可以避開這個追截 但是時至今天 這個老粒靈團購 已經進化到另一個層次了 昨天就在網上 流傳了一段 老粒的片段 發生的地點 就是位於紐約的馬克頓 一個高尚住宅區的 連鎖藥房 他的名字叫萊德愛 在片段裡面我們會看到 一名身穿黑衣黑褲黑罩的黑羊 手上就拿著兩個環保袋 背部還背著一個大背囊 在店鋪的貨架區 就朝著出口的方向走過去 準備離開 而拍攝這段片段的那位人兄 他正正站在出口的位置 在他旁邊 還有一位新型灰烏的保安 把守著門口 這個時候拍片者就跟旁邊的保安說 這個走過來的黑人男子 他身上的東西還沒付錢 而這個時候 這名黑人男子 已經走到他們面前 而這個時候 我們就在片段看到 姚名灰烏的保安 只是一念無奈 而這名黑人 走到你身邊的時候 頭還要對著鏡頭 然後就絲絲然走出店舖 那為什麼 保安沒有出手制止呢 那是因為 現在紐約 犯了這麼輕微的案件 被警察抓到 都很快放回 沒有什麼嚴重的懲罰之外 在這幾個月 情況更加變本加厲 哪怕你真的有事發生 報了警 警察也未必會來 所以即使保安真的抓住那個人的話 由於丟不到警察 都要逼於無奈地放人 至於為什麼 紐約市的警察 突然沒有了蹤影呢 稍後我跟大家慢慢解釋 說回這裡先 由於多次沒有警察到場的關係 這個位於曼克頓的高尚住宅區 這裡經營的店舖 已經摺二連三被人擄裂 最過分就試過 一間由華人經營的超市 店舖貨架上面的東西 被人拿了不止 還要走進到倉裡拿 結果導致這間華人超市 被迫停業兩個星期 其實現在紐約 很多打開門做生意的店舖 都在想一個問題 他們就是在思考 究竟應不應該 繼續經營下去 就好像這次事件的主角 這間萊德愛 連鎖約店 他在美國 就有63間分店 在較早前就已經宣佈到 在今年開始 全線的分店將會陸續關門 往後將會改為網上銷售 而第一間將會倒閉 就是在我們片段看到的這一間 位於曼克頓區的分店 將會在下個月的15日 就關門大吉了 但其實 關掉所有分店 那為網上直銷 你都要有貨倉擺貨的 到時候 你的貨倉 被那些老粒兵團去到工作的時候 你損失不就更加嚴重 所以這些 斬腳趾被沙寵的方法 是行不通的 話說回頭 剛才我跟大家提及過 現時紐約市的警力 是嚴重不足 原因就是 紐約市的案件數目 面對著急劇的倍增 單是由今年1月1日 截至上星期一 23日 整體的罪案 就已經比同期上升了四成 一共有7000多單 除了23天 平均每天 有300多單案件發生 當中包括老粒 在地鐵站推來推去 連那些工具案 都有嚴重的增幅 就在上星期 有兩名警員 因接報到場 去處理一宗家庭的糾紛 事件原本就是 兩母子在家裡吵架 本應就很容易處理 想不到的就是 當警察安撫 這名母親的情緒的時候 他兒子突然就拿了一把工具出來 還當場拉低了兩個警察 其中一名被他拉低的警員 他只有22歲 當警察一年多一點 你說真是多可憐啊 而事件發生了之後 就令到 剛剛這個月上任 紐約市市長 阿當斯 非常之無非史 隨即就宣佈到 要成立一支 400人的巡邏小隊 專門去處理那些 關於工具的案件 加上前排地鐵站那裡 就經常發生那些 推來推去的事件 我們之前都有說過 就有一名華籍的女子 被人推下去之後 就不幸地離去了 但其實 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在地鐵站 針對華人推來推去 是依然發生的 只不過慶幸的就是 那些被推的亞裔人 在路軌上 走得遲上來 而沒有人離去 所以我們香港沒有報導 而現時 紐約市 已經調動了 大量的警力 派到這些地鐵站那裡 去巡邏 而市長阿當斯 將原本在市區地面上的警察 調動到地鐵站這個舉動 都可以說是逼於無奈 故事就要講到 他這個月第一天上班 去做這個紐約市的新市長 他就以這個搭地鐵的方式 由他家 去這個市政大樓 大家不要想著他節省 不用開車 很多時候美國的政客 或者大明星 為了表現他們親民的一面 都會選擇搭這個地鐵 只要他們在搭地鐵的照 被人擺了上網 即時就可以提升這個民望 而這次市長阿當斯 就事遠遠為了 正當地鐵 駛到這個布魯克林站的時候 市長就看到 一群生活於 在地下跌的油牧民族 突然大玩一個綜合格鬥 但竟然在這個時候 現場一個警察或者保安都沒有 最後就要勞煩到 市長他親自報警 而事件補光之後 市長就唯有逼於無奈 在傳媒面前 就承諾要加強地鐵的保安 而這次 就在他上任以來 僅僅的兩個星期 就在兩位警員被人拉低的這件事上 就令到他的民望不斷跌 所以這一刻 他唯有叫他大佬拜登 邀請他到紐約 商討一下 一個這麼嚴重的 茶煙反炮的問題 但對於那些 他們認為是輕微的案件 這刻由民主黨領導的紐約 依然是充耳不民 這是完全因為 這一群參與輕微案件的參與人 就是民主黨的主要票員 我在準備這宗新聞的時候 在一些美國的網站 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有一些美國人 已經開始不喜歡港人權 他們就這麼說 為何要跟反港人權 做錯了 為何不罰他 一末就想給他一個翻身機會 我作為市民 夠有權安居落地生活 下下說這些什麼權物權 不用在這個世界生活 這個紐約 人口只是比我們香港多200萬的城市 接下來的情況又會怎樣 他們所追隨的民主自由 又是否真的可以戰勝一切 我們不妨繼續留意下去 接著就說一下2019年的10月1號 當日就是國慶節 多區都有一些搞事的活動 在黃大仙那區 就有12個男女 因為搞事所以被捕 昨天在區域法院上庭的時候 法官裁定了其中的11個是罪成的 而且還包括了 其中一名被告 他就不是以這個搞事者的身份參與搞事 法官就說到他 是以一個急救員的身份來參與搞事 當時 搞事時期我們都看到 電視上或者網絡上的新聞片段 在那些搞事現場 除了有搞事者之餘 還有一些叫做黑記的物體 而另外有一些 就說自己是一個義務的急救員 這些人我們通常稱之為 黑救的 因為他的性質其實跟那些黑記都一樣 就是搞事者利用到這些身份 來企圖掩飾自己搞事 而且是透過這些身份搞完事之後 若然是被警察抓 那黑記就會大做文章 就說到 執法人員 連救護員 記者 都不放過 都說了這些話 而這次這個黃大仙事件 這12名被告 我們就把他 用1號到12號來區分 1號到10號 他們就是普通的搞事者 也就是 我們當時常見到 在街上 穿上一身的 夜行衣 黑衣 黑褲 黑鞋 黑襪 再加上用罩來蓋著臉 全身為一個有顏色的地方 就是他的頭盔 而1至10號的被告 被捕的時候 都是有齊這些裝束 所以證據確鑿 法官就認為他這10個人 絕對不是那些圍觀者 或者是圖人 就說到他們雖然 沒有很明確的扔野行為 不過他們因為 跟其他人都是共同進退的 而且有涉嫌衝擊警方的防線 所以被捕 是很合情合理的 所以他們的動亂罪就聚成了 而第11號的被告 也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黑鯼 他的名字叫劉智峯 當時這個劉智峯 他一生的裝束 就像一個急救員 就來掩飾自己想出去搞事 不過法庭就認為 他以這樣的身份出現 其他的搞事者也知道 他們這幫搞事者可以獲得急救的服務 從而加強了那些搞事者的信心 增加了那些搞事者的信心 令到他們繼續去做動亂 那個的持續性和刺激性 是有所增加的 所以法官也形容到 這個11號的被告 劉智峯 他就有如戰鬥時期 軍隊裡面的救援兵 指導他提供這些急救的方式 來參與動亂 所以就裁定了他動亂罪成 而第12號的被告 法官就說到他當時 是有穿黑色的裝束 但是 就跟剛才所說的那些搞事被告不同 他就沒有那些搞事被告身上的裝備 他只是穿了一條黑色的褲 所以法官就裁定了他罪名是不成立的 在這宗案件裡面 11個被告他們的動亂罪是罪成的 一聽到罪成之後 這一群的被告 以及 在法庭上的其他旁聽師 或者這群被告的家屬 立即痛哭流淚 最近 好像這宗案件這樣的案件 就陸陸續續都判刑了 但是我們2019年搞事時期 所抓到的那些搞事者的數目 遠遠都不止這個數 就是說 接下來還有很多的搞事者 就將會上到法庭那裏 好像這11位被告那樣 將會被判罪成的 因為他們正確覺作 社會問題就來了 我們就以這宗黃大仙的動亂案為例 12名被告裡面 根據他們案發時的年紀 就由16 到24歲 12個被告都是很年輕的 雖則有一位罪名不成立 起碼也有11位罪名成立 接下來每一次的這些案件 都會有大量青少年 需要去到判刑 會增加了什麼社會煩惱呢 第一個首湯其衝 就一定是懲教署的工作量 其實之前也有很多報告指出 我們香港 現有的監獄 其實已經是很擠迫的了 接下來越來越多的被告被判刑 我們有什麼突破的方法 可以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呢 我們想多一點方法 若然能行通的話 又可以解決到 我們香港監獄的人滿為患 又可以令到這一群青少年 有機會去到改邪歸正 就好像說到 現在我們香港 其實都是身為大灣區的一份子 如果香港真的不夠地 去再建監獄的話 其實在大灣區裡面 向我們中央政府申請 去建一些全新的監獄 來解決我們香港的監獄 床位不足的問題 都未嘗不可 除了可以解決人滿為患之餘 其實這一群青少年之所以會出來搞事 他們很大程度上 都是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的滲透 尤其是他們對我們自己祖國的不認識 所以這些無知就導致他們有這些行為 但若然可以在監獄裡面 不只是坐牢 坐牢之餘 可以對我們祖國 對我們自己的中華民族 有更加深的了解的時候 對這群年輕人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他們改邪歸正 因為其實入到監獄裡面 應該就是很悶的一件事 好像我們看電影也有說 裡面除了看書 或者打籃球 最多的娛樂 就可能是看電視 我想現在我們香港的監獄裡面 就算有得看電視 也可能是我們香港的電視台 但若然去到大灣區的監獄 有可能會播一些內地的節目 其實內地的節目 是非常多元化的 好像有時候我們回到內地旅行 住在酒店打開電視 有幾百個電視台 只是粵語的電視台 比香港更多 西方經常說我們中國不透明 其實內地電視台有些節目 他們表達的訊息出來 是非常透明 例如說到 有些節目 是專門講解一些案件 來提高市民的手法意識 其實這些節目正正可以給這班人看 另外就是 就算沒有大灣區監獄 其實我們香港 是不是需要特別為著這班這樣的搞示範 來開一些倉磚裝他們 因為他們除了犯法之餘 他們的民族意識 國家情懷 是特別薄弱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入到監獄 只是看普通的電視台 未必可以增加到他們的民族意識 或者給他們 更改他們以前的主觀 就好像說我們以前小時候讀書 小學時候 有時候上課 老師都會開一些教育電視給我們看 既然我們香港 一早就有透過教育電視去教導學生 其實這班人 入到監獄裏面都是最需要學習的 其實當這班人好像小學生那樣教 讓他們入面看一些教育電視 來打發他們人生最寶貴的青春 都微嘗不可 而且我覺得這班人 將來有這麼龐大的數量 如果好像我們平時看電影 將他們放在一起來混 我想這班人 這一世都不用指望 是改過自身的了 因為當一班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算某幾個 他們可能在坐牢的途中 會有良心發現 會有對自己的行為悔過 都未必夠膽在人前表現出來 因為整班都因為搞事而進去 無緣無故整個 好像李宇軒一樣出來 一定就會成為人家的眾恥之敵 搞不好這班犯了動亂罪的人 進去坐牢的時候 還會影響一些正常的犯人 所以有見及此 我們是覺得這班人進去 應該有另外的處置方法 就不可以跟普通的犯人 擺在一起 因為這班未改過自身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幾顆老鼠屎 無謂弄髒了 整個窩粥 另外就是 現在正常我們香港的監獄 有一些囚犯坐牢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是需要工作的 例如我們從電影裡面了解到的 砍石仔 或者是剪草 甚至乎是洗衣 或者是貼信封 但是對於這班犯了動亂罪的人來說 這些工作未必適合他們做 其實就可以 安排一些 更加適合他們做的工作 來對證下藥 例如說有什麼 其實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在懲教署的工場裡面 就教這些犯了動亂罪的犯人 一些小小的工藝 就例如說 教他們弄馬路的欄杆 甚至乎 好像建造業訓練局那樣 可以訓練一下這班人 教會他們來鋪馬路 又或者教他們維修交通燈 再不是 可以教他們怎樣砌 砌好條行人路出來 其實這些工作 跟他們犯的事都息息相關 除了他們可以在工作中 可以體驗到 他們弄壞的東西 別人是辛辛苦苦弄出來之餘 還可以透過觀察他們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就可以了解到那些犯人 他們的心理狀況 例如說 如果一個人 很厭惡做一個工作 他就會焦厚焦面 無論他的位置 是多麼容易做 他都會對他的工作不滿意 而可能有一些 有悔改想法的人 你從工作中可以看到他 他想通了的時候 肯定會被他沒想通的時候 工作是來得積極的 從而可以判斷到 他們有沒有在工作之中反省自己 而且當他們 假時間 放監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公司 都未必會再聘請這班人 因為他們的底子那麼花 甚至乎有些人 出回來也更可能 定期要去到警署報道 他們就可以 透過政府的安排 去從事這類修橋保路的工作 來貢獻社會 因為畢竟 我們看懲教署這幾個字 我們除了有懲治的性質之餘 也有教導的性質 如果一個罪犯 可以教好他 來對社會有正面的作用 其實就是我們香港賺了 好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今晚就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10點 約定和大家見面 還有就是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